各位錶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的豬仔 咦?今早有沒有覺得很奇怪呢? 到了三四點 豬仔都還不出片 有錶迷問我是否放了假 其實不是 是因為荔枝角店今天電力系統升級 所以要到剛剛這個時間 下三點才電力恢復 所以豬仔就逼著今早 只能夠在家裡找一些 珍藏出來 介紹給我的錶迷 今天第一條影片推介 在五一黃金周開始的 四點鐘 這隻是Kinetic Prospect GMT Diver 在市面上 居然還有全新錶 當然有 因為這隻錶 非常少有 很難在錶譜裡見得到 是一隻 Kinetic的手錶 Kinetic 本身就是 精工一個停產了的系列 因為我覺得 取而代之就是 更貴的 所以Kinetic 這些入門級 已經沒有了 這些叫BB級 入門級的手錶 就沒有了 取而代之就用了Spring Drive Kinetic的手錶 配備了Divers 200米的防水 再加上它有GMT 還要是一個 True GMT 一個非常棒的手錶 Kinetic 有些錶迷比較陌生 尤其是新玩手錶 其實它是人動電能 簡稱 它用了5M85的機心 人動電能就是 搖它 我剛剛才拿出來 搖它 它就會有電 其實它有一顆充電池的電容器 放在手錶裡面 一般來說更換了之後 十年都不需要更換 豬仔會更換了才給我的錶迷 其實我剛剛今早更換了 但是我還沒有搖它 所以這隻是一秒跳一下 我其實收了兩隻 這隻是兩秒跳一下 但是搖一下它 待會搖一下它 它就會正常 儲滿電池可以走多久呢? 儲滿電池可以走到 六個月至七個月 這隻5M85的機心 就是一隻精工的 引動電能自家機心 這隻機心帶有GMT的兩地時間 兩地時區的時間 它既是Sport的手錶 又是GMT的功能 還要是有Connecting的功能 因為有些錶迷 經常都說 我不是很喜歡石英錶 經常要換電 我比較喜歡光動能 所以它時間準時 Connecting也是時間準時的 不像機械錶 它走時有個不差 另外就是它有GMT 簡易的GMT調節 因為它是True GMT 再加上這隻錶 就是有這個 這隻錶 除了有GMT之外 還配備200米的防水 真真正正的Sporty Watch 還有這隻錶 就是有這個螺旋式鎖標觀 配合200米防水 標觀位置放在三點位置 另外你看到有個Bassel的潛水圈 是一個單向式的潛水標圈 這個潛水標圈比較緊緻 感覺比較緊緻 是120K的 但是手感比較小聲一點 是單向式的潛水標圈 這個標圈就是一個潛水的作用 所以它是單向的 不是逆向的 是單向的 另外就是它有一個超強的夜光 我給大家看 這隻超強的夜光 Kinetic 你看到Kinetic的夜光 非常之厲害 顏色的配搭很豐富 有一個好像Tuner的外殼 它有銀色的金屬邊框 再加上藍寶石的玻璃錶面 還有一個黑色狀黃色的Bassel 還有一支GMT藍色的裝飾點綴 這個也有歸電量提示 你看到這支錶是有2秒跳一下 我特意有一支就不熄 昨晚都不熄 就是它有2秒跳一下 我換了電 但是它2秒跳一下 就是因為它還沒熄 這個熄了它就1秒跳一下 你看到它 這個就是低電量提示 然後你看到那個日力槍 就放在4-5點之間 就做了一個黑底白紙的力槍 6點位置 有Postback的交叉標 Kinetic 還有Dive for 200m的防水 我覺得豬仔最吸引的私人珍藏 就是它停了產 在市面上很難跟別人撞錶 尤其是你想買到NOS 即是全新的手錶 又要買到筍價的話 就非常困難 因為這支錶 應該在一些外國網站 賣到5-6千元 好了 我們一起欣賞一下 除了那塊藍波石玻璃的錶面之外 我欣賞一下 那個錶學外Case 做得很漂亮 做了一個銀色的 不鏽鋼拉絲的花紋 你看到很漂亮 拉絲學的曲線做得很漂亮 很仔細的 旁邊做了九啞坑的打磨 它好像TUNA一樣 1點至3點就是有一個粒坑位 接著6點到達半都是一個粒坑位 用意就是方便你轉動這個單向式的潛水錶圈 單手的時候都可以轉動到這個潛水錶圈 因為如果你沒有了它握位 就會比較難轉動 亦都是做了兩個顏色的配搭 Baschel的內圈就是做了一個黑色 外面就配合銀色 那錶官也是黑狀黃色線 亦都是有型格的感覺 好了 這個錶就是左右兩邊 你見到它都預留了錶洞 比你方便更換錶帶 它配搭了這個膠錶帶 橡膠錶帶 由闊到窄的 後面也有Prospect的海浪Logo 你看到海浪花紋的Logo 另外 錶購位置要值得彈一下 就是因為它做了一個不鏽鋼的油環 這個不鏽鋼油環 其實美觀的 亦都是我相信成本不便宜的 比起膠而言 但是當你穿著一條皮帶 穿著一條皮帶的時候 它很多時候放在後面 它硬到桌子就會比較硬 如果膠的油環就會比較好 它有雙Logo 針扣有Logo 這個也是油環 做了厚料的 很厚料的 好看錶底 錶底有些膠跡 不是帶過 是因為它的膠膜 我黏著來換電 這個我就沒有撕到 那隻我撕了發現要清掉 到時要自己清清 或者我們淋給客人的時候 我要清乾淨 有一個膠貼在 這個就是Prospect 5M85的機心 寫著 Diverse 200M的防水 Stainless Steel Sephy 藍寶石的玻璃錶面 Japan Movement 中間也有Prospect的海浪 當然是做了螺旋式鎖底 因為它是GMT的Diverse 即是潛水錶 我們叫做 好了 試一下機心 這個就是1秒跳一下 那我就試一下 1秒跳一下 那個 教的機心給大家看 抱歉 1秒跳一下 這個2秒跳一下 好了 這個先拿起了標關 有停秒功能 我們怎樣做 怎樣教這個手錶 其實它跟普通的GMT一樣 只是放了螺旋式鎖標關 拿起了之後 我們教過順時針方向的時間 譬如4點 這樣 我們可以把GMT 這支針看到4點 就不要看2點 因為看內圈 然後我們可以把那個 獨立 教這個全GMT的針 我們教這個全GMT 譬如1號 很容易很方便 我們也可以教香港時間 香港時間是4點 用這支看就可以 甚至我們 不是啊 我現在飛去泰國 因為我有朋友在泰國 這樣就3點了 這個就可以看3點 TrueGMT 可以看4點 這樣就方便了 這個就可以 看到兩地時區的時間 甚至乎 我說我現在飛去日本 我想大針看日本 就退去5點就可以了 其實就可以 獨立較之 我們獨立較之短的時針 這個TrueGMT 好了 先鎖一下 用法就是這樣 另外按這個就可以 可以展示到電量 這個電量 它現在不夠能量 所以只跳兩格 所以你要配戴它 或者摸一下它 這個夠電量一點 我們可以放開鎖錶 這顆的它也有做鎖霸 除了這顆做鎖霸之外 放開之後按 你見它跳4、3、4下 它會增加多一點 它就會儲能 當它跳到一半的時候 跳到半個圈 就代表跳到六個月 走到六個月 好了 這顆錶就是一隻停產款 停產作股有七至八年 即是七至八年的時間 顏色都很漂亮 配搭了藍色點綴 黑黃狀銀色 很豐富的顏色 好了 屬於大錶 有些重量 重量方面 先說一說 它的重量 這個TrueGMT 就是 看看多重 154克 即是154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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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膠帶 直徑方面 即是47克 即是47克 內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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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說 因為內盒 內盒 是42克 厚度 厚度 是14.6mm 厚度 凹凹 去到51 好了 試一下拼上 豬仔14.8%的手腕 買這些手錶 就真的 講完份 因為這些是買一隻少一隻 如果是全新手錶 好了 豬仔推介 多少錢呢 蘭埔石的玻璃錶面 Kinetic 人動電能 的機心 GMT 兩地時區 時間 專業級的200米防水 螺旋式鎖 錶觀 螺旋式鎖底蓋 POWER RESERVE動力儲能顯示 好了 豬仔推介 超順價 3098 3098 喜歡這隻錶的錶迷 就WhatsApp給豬仔 或者打給豬仔 豬仔只有兩隻 全都出來了 就是今早停電的時候 我昨晚找了一些 今早找了一些 全新的NOS 即是一隻 舊裝精工全新錶 喜歡這隻錶的錶迷 就在WhatsApp給豬仔 就可以 打給豬仔 告訴我你喜歡這隻 KINETIC的引動電能 GMT 想在佐敦電腦 還是荔架電腦 心動的你 立即行動 因為手快又手慢 只有兩隻 3098 超順價錢 真的很順利 因為很多時候 如果你要買現貨 坊間這隻錶 真的要去到 我猜5000元左右 我看過EBAY 但你還要擔心他寄來的時候 又不知道是否貨不對版 他就說他是二手 都要去到 2900多元 2900多元 二手都要去到 所以這隻錶 如果有全新錶 就非常少有 好了 喜歡這條影片的錶迷 記得按個讚 如果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鈴鐺 訂閱 如果你想要一隻 KINETIC的潛水錶 你還未用一隻GMT的 KINETIC 可以考慮一下這隻 好了 心動的你 盡快找我吧 下集見 拜拜